好,我們大家先請合掌 我今見聞合授 願解如來真實意 願解如來真實意 各位法師各位句是大家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 看課本七十月 好,七十月第六 這個下面這邊 就是 講到 第六 這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第八號 就是翻譯的問題 還有這個 轉寫、抄寫的問題 所以 這個苦息滅到 後來一座苦擠滅到 他說 古代寫經是不進行草 就是 草經有時候也有草書 那草書就容易認錯 就寫錯 就我們講過像阿彌陀經 若一日若二日 就寫成苦一日苦二日 其實 看起來很像 馬聖 馬聖寫寫成鳥聖 草書有時候就會認錯 這個是 有些是陰 陰念錯 就是輾轉 輾轉這個相傳燈當中 這個陰念錯 我們說最典型的像成門成門雞蛋糕 這個是很典型的陰念錯 那像 那 這個 還有像 阿納 那麼遇到那個比丘 水老賀 那個也是陰念錯 應該是就是那個犯陰 水老賀的陰跟 這個元祈法 生命法的陰應該是相親 所以它 那時候念錯了 那操的時候也有這種情形 那很容易操錯 還有一些就是 那麼在操經的當下 有一些人 在底下做註解 那操的人不知道 把那個註解也當成經文操進去了 所以 就會有這一些種種的不同 所以容易引起而誤 就錯誤 所以從欲出經輾轉傳顯 到刻板印刷 那麼即使是早期的 宋賬本 高麗賬本 字句的額物 也是不能免的 那麼 大藏經最早就是宋朝 那 宋朝的佛教就有兩大貢獻 佛法從傳到中國來 最多的都是易經 然後研究 那 這個是在宋朝之前 翻譯經典 研究經典 所以南北朝有學派 那 早期的大師都是易經大師 那 就是這些 就是誰翻譯什麼經典 那 中間有幾個 比如說法顯易經 那 諸是行 玄狀 去取經 那多數都是印度 或是西域那邊的出家人過來 然後翻譯經典 那有些是講解經典 像 一面翻譯一面講解 多數都是這樣 然後研究 所以南北朝有學派 到隋堂有中派 那隋堂之後 那 也有翻譯經典 那些經典 基本上都沒有什麼 就是沒有那麼重要 那宋朝佛教最大的貢獻 就是 柯英大藏經 那開始 大藏經大量大量的流通 一本一本 還有一個就是寫歷史 佛教的歷史基本上都是在宋朝寫的 主要是天台宗跟禪宗 因為他們兩個在真正統 所以大家都在寫歷史 所以佛教的歷史跟柯英大藏經這兩項 幾乎是宋朝佛教最大的貢獻 那之後 元明清 元朝是喇叭教 然後明朝清朝 基本上 佛教就開始走沒落 那個時候就是經燦特別多 服飾特別多 那所有的佛法的研究翻譯 那麼這一些基本上都沒有了 好 那這個是宋朝 印刷了 最多的就是宋藏本 那到我們現在 藏經已經幾十種了 還不斷在有 而且大家要出自己的藏經 像佛光山還有佛光大藏經 民國也有出基本藏經 那大家編的不太一樣 不過現在我們比較常用的大概就是日本的 日本的大陣藏 這是日本的 然後 他這裡講到日本的大陣藏是以高麗藏 這是韓國的高麗大藏經 那中國早期讀的大藏經 像運順島石讀的那一些 基本上應該都是像乾隆大藏經 叫做隆藏 那大概就是早期中國的出家人 那麼如果有越藏的話大概就是龍藏 那之後就是多次引用日本的大藏經 大陣藏 比較多啦 那學術上也都是以大陣藏為主 好 那這個是大聖的啦 大聖的經典 那大陣藏是以高麗藏為底本 用各種藏本來叫堪同意 因為難免會有錯嘛 那多參考幾個版本 那大概可以比較找出對的 像我們讀那個法劇經 那法劇經有很多版本 那你會發現到法劇經也有很多錯 錯字或是它翻譯的不是很好也有 那這種對照各個藏經的版本就比較容易清楚 它原來的意思是什麼 那麼說是極有價值的工作 本編 這個導師這個會編 一大陣藏的立藏本 意思就是它是依大陣藏的 但是大陣藏是依高麗藏的 所以說依高麗藏為底本的大陣藏 不然就是依大陣藏的立藏本 就是 它說這個依大陣藏的立藏本 可能就是已經改過的 已經這個校正過的 不在乎各種藏本的對焦 而是舍短從長 希望能叫成一個較正確的本質 就是以高麗藏為主 它算是比較高麗藏也有錯 但比較少 比較少 這個又分為兩類 依各種藏本來較正 凡立本而依可通的 不為經意的一概依立本 因為大陣藏就是依高麗藏本 所以基本上就是 導師這裡講就是依大陣藏所依的高麗藏 應該是這樣 所以它這裡都是依高麗藏本 如不及各本而是而物的 依各本改正 那麼下面就註解 它現在在講 你等一下看到的這一些瓜糊 註解 都是在講些什麼 所以它說 如果底下 那麼 不及各本而是而物的 就是高麗藏這一本 那麼看起來是錯的 那麼就依其他的本來較正 那底下就會想 宋本、原本、明本 然後是高麗藏本 或是雞殺藏本 就會講這些 所以 但依明本的做依明本改 獲取日本所藏的聖與本的 那麼依聖本改 如認為是高麗藏本有脫落的 就依各本真本 下面會跟你註解 這個是依哪一個版本 才這樣補上去的 或文字有多餘的言文 就是多出來的 那麼這些有可能就是 有些人在註解 旁邊註解 那你把那個註解也當成經文寫上去 那麼下注依摩本三 以上都是各種藏本來較正立藏本 那二 長期傳寫 送本、立本 都不免偶有而誤 依經文意義 經文前後比對 覺得應該校正的也有三類 屬於寫而 就是寫錯了 而加以改正的 下面就註解 現在把它改過來 那這一部分可能就會 就是大家看法會比較不一樣 因為你是這樣看的 我覺得 我如果是從另外一個角度去對讀 我覺得 可能可以這樣解釋 類似像這樣 就是因為它原來 其他版本都沒有講到這個錯誤 但是也有可能是錯了 如有所脫落而補助的下注金補 也有補一兩個字 文藝更為顯了 那麼像這一種的 揪摩羅斯翻譯的時候 就直接都改過來了 那揪摩羅斯因為翻譯 第一個它簡潔 第二個它就是意義 他覺得這樣能夠比較表達 然後這樣翻譯 玄奏就不是要依著原文 那依著原文有很可能它 不容易翻對 也有可能比較對 很難講 舉個例 比如說成語 成語如果要以字面上去翻譯 那可能就不是這個成語原本的意義 但是你如果要以成語原本 它所呈現的意義來說 它又不符合字面的意思 就是你對不回去 它也有這一種的 那所以有時候單單在文字上考證 它還不一定是它那個意思 像我們有時候講 英語也有這種情形 語言都有這種情形 就是說不單單是文字 所以我們有時候研究很喜歡從文字上 它原本的字根是什麼 字意是什麼 它從哪些衍生出來 有時候語言它只是那個當時時代溝通的東西 它不一定要追溯到最前面 如果你用這樣來研究中文 那也很麻煩 因為中文漢朝時這個字 到唐朝的字這個意思不一樣 到宋朝又不一樣 所以你要看它是出現在哪個朝代 但是我們研究者通通會推到最早這個詞代表什麼 那有時候像宋朝 宋朝或元朝它有很多曲跟詞 那麼它有的字它跟原來有一些類似像 像這個語詞有一些是像是地方話 這一種的 這一種有時候不是字面上的意思 但是如果翻譯的話 你要照那個範文字面上的意思 你可以翻回去的 那麼有時候就會反而失去它的原意 有時候會這樣 但是我們如果研究這些範文的 或是研究這些巴黎文的 有時候非常注重這個文字本身的意思 但是有時候文字本身的意思 並不一定代表它要表達的意思 所以這一部分我們看翻譯就知道了 看玄奘的翻譯跟邱摩洛斯的翻譯 邱摩洛斯的採意義 你一看就很容易明白他在說些什麼 但是這個也有風險 這個人所理解的到底正不正確 他就有風險 但是玄奘的他基本上 他有可能你讀起來就很難讀 即使那個每一個字都認識 每一個詞都認識 但是你就不曉得他在說什麼 就會有這種情形 好 所以他這裡講 他說 這個假設他覺得有脱落的 他下面就是現在讓金補 就補一兩個字 文藝上 也有補入 不是本來原文所有的 那麼這個就不加註了 或有多餘的原文 可刪而沒有刪去的 就加括號 刪去了 下面註解 現在把它刪掉了 這是本篇教改的範例 還有詞的附帶說到的 第一個經文很長 寫經的也不是一個人 所以全經用字 也不能一字 奴隸本的愛 那麼宋本多作愛 所以這個字有時候通用 那我們比較常見的就是 詩啊 詩子的詩 就是老詩的詩 以前是一樣的 安吻跟安吟 那個吟就是吻 其實字有戒字 那麼有一些就是 他有時候用這個字 像這個愛也是一樣 心無掛愛 掛愛這個掛跟愛 現在寫的都不太一樣了 那所以 偶有立本作愛 而聖本卻又作愛的 像這樣的前話不一致 也只能不一致 那這個也有時候 你在經年也可以很常見 就是前面用那個字 後面用那個字 那有時候前面用那個詞 後面用那個詞 所以有時候 會給人家誤會 像比較典型的就是 像花花經 那同樣一個範文字 有時候翻 全 有時候翻 方便 那其實全就是方便 在他論解上 他這個範文 全跟方便 你可以做全 全就是方便 但是你前面用全 後面用方便 那麼研究的人就會誤會 它不同的字 所以 智者大師就會講 什麼是全 什麼是方便 什麼是方便中有全 什麼是全中有方便 那其實 其實這本來就是同一個字 但是你前面翻這個詞 後面翻這個詞 它會有就有誤會 那這種在 這種在經典的研究中 對照範文 或是對照原文 就可以知道 那有一些沒有辦法對照 那就是 但是意識有一些類似 那所以 所以你也只能就是 有時候會容易誤會 就是因為翻譯的人 因為他不那麼熟 他不是這種習慣 他學習 然後他覺得翻這樣 然後後面覺得翻這樣 所以這種有時候 我們讀經 稍微 要注意 這個語詞 有時候 它在那種 無關緊要的地方 那就沒關係 但是如果這個語詞 剛好在比較重要的地方 你就可能會誤會 就會誤會 好 那所以他說 這種不一致 其實這個阿罕經 裡面也是有 有這種 前後不一致的 甚至那個詞 前面是翻三個 後面是翻兩個 前面講四個 後面講三個 所以你 我們來讀雜案的時候 就稍微要 前後對照一下 那麼你比較就是 就是 它的慣例大概都是怎麼翻 然後它現在這邊是什麼翻 所以我們 真正進入這個 這個雜案經的時候 通常都是 對照讀的 就會比較清楚 這個詞 就是 這個第幾經這麼講 第幾經這麼講 第幾經這麼講 但是它意思是一樣的 但是它是這麼寫 它是這麼寫 它是這麼寫 那這樣會比較清楚 那甚至有些 你還可以把 中阿罕 長阿罕 拿來對讀 那麼可能會比較清楚 它原來是什麼 所以它這裡講 經 這個 經文的這些字 不一樣的 前後不一致的 那 就 你不能夠每一個都改 那給個改也很費工夫 那也可能把它改錯 所以導致這個就不改 就沒有辦法全部把它改起來 第二個大陣仗是排印本 即使教對精確 總不免有誤施 以前的人說 在教對這個文字 就好像在掃落葉 不時不時就會發現 不時不時就會發現 那怎麼掃都沒辦法掃乾淨 教證也是這樣 你就覺得很精細的 但還是 排版出來還是 又發現一兩個錯誤 如果你們有教對過 你就知道 就是 比較沒那麼容易 而且是很多東西的時候 所以如大陣仗沒有教堪 而文字顯然有誤的 所以說 身八永門 那麼沒有立本 可教證 所以也只能認為大陣仗的錯誌 依通用的木刻板 而改成為身心永門 那麼 就是比較合理啦 不然八永門 你知道到底是哪個八永門 但是有很多就是這樣 我們有時候研究經典 你會發現很多人 就是 依文解義 所以叫依文解義 三世佛言 那這個例子也很常見 那你就是依了這個文字 那硬要解釋 像 舉個例來講 像 這個 於潛世佛論 後期的翻譯 比丘 後來有翻 必除 這個必除怎麼寫 好像是這樣嗎 必除 這個除怎麼寫 俱 那必除我忘記寫 這個神是這樣 驅老的驅 俱 不管他 必除 那麼 這中文字你不能看 越看越不像 寫出來就這樣 你越看越覺得不對 真的 就會這樣 那 這個 這個因為有草字旁 開始就有人說 這個必除 比丘 原來是一種草 那這種草 有五種功德 柔軟 就開始講了講 講了一大堆 就義文解義 那其實沒有 它就是音義而已 就比丘比丘 那像現在有些人 那你讀 比如說我們讀 語且不察見 那是必除 其實你就讀比丘也沒關係 因為習慣念比丘的嘛 它就是那個音 你不要說 這個不是念比丘 這個念必除 不是 它以前也不是這個音啊 它以前是BQ BQ BQ 它是這個音 它用這個音義的 那像現在我看見有些 南傳的這些法 有些法師在翻 他就不翻 他說比丘不對 其實它就是音義 文字 它只是溝通 它只是讓你理解而已 他說念這個字不對 所以他們都翻什麼 比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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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比庫 那比庫念起的不是更奇怪 但是他就硬要這樣翻 但是比如說 那念必除 你就會發現有些人解釋就是 因為它是草字 它是草 那就開始一文結義 這是一種柔軟的草 它有五種功德 怎樣怎樣怎樣 其實都跟這個沒有關係 跟草沒有關係 它就是因義而飲 那情習 就是它 情習是三 它基本上它就是修道的 它是比丘 你現在也不用特別說 它唸必除 你就給它唸必除 必須 你就唸比丘就可以了 因為它基本上就是比丘 可是你這個因其實也不對 因為這個是北方因 那早期 那唐因是 類似比較近敏南因 BQBQ 或BQBQ 那麼你唸比丘 你就唸比丘就沒關係 但是會一文結義 那你會發現到佛法裡面 裡面一文結義的還蠻多的 那麼這是名詞 還有一種就是 比如說四十二章經 那四十二章經 我們知道 我們現在流通版的四十二章經 都是改過的 是那個 索稅 宋朝的索稅法師改的 流通版 所以它裡面有很多是 用禪宗的語言改過的 但是很多人不知道 所以就 會一文結義 就是會這樣 比如說 供養 它有所謂的 供養 一個受五戒的人 不如供養什麼 到最後 供養十方三世諸佛 不如供養一個無休無正 那麼的 這個真人 這個其實是後來改過 用禪宗的語言改過的 但是你就會 你就會特別依這個文字去 我們叫做依文結義 但是這樣講起來其實是很奇怪的 它的原文不是這樣 你同樣都是供養 當然你也可以把它解釋成 因為你十方諸佛 十方諸佛就是無休無正的 你如果要這樣講 但是你也不能講它無休無正 但是你說 同樣都是供養 供養十方諸佛 跟供養一個無休無助的真人 就是供養十方三世 千億的十方三世 不如供養一個無休無助的真人 人家原文原來不是這樣的 人家原文是 所以這個讀起來就怪怪 但是大家就覺得 這個是佛說的 一定是對的 所以想盡辦法 想盡辦法要給它解釋 而且合理的解釋 所以我們有時候會合理化 合理化我們看到的東西 但其實有時候 應該華語的還是要華語 這個應該是錯的 人家原文是 你供養十方三億諸佛 不如你自己發心要成佛 那這樣也對嘛 這樣聽起來就有道理嘛 對不對 那你說你供養十方三億諸佛 不如供養一個無休無助的真人 那這樣聽起來也是奇怪 那無休無助的真人 還在十方諸佛之上 因為他都是供養啊 所以 也是像這樣的啦 所以我們有時候學習佛法 也不能第一個 當然不能道聽圖說 但也不能一文解義 所以你必須 不是說佛法都不能華語 佛法要研究 但是這樣講真的是佛法嗎 就好像現在隨便說這個是佛的心咒 他們唸的都有功德 有多少功德 你都不能華語 這個我是華語的 比如說以前我就講過嘛 以前我們出家要唸那個匹尼日用 佛冠於水北八萬四千寵 若不辭職咒如死眾生肉 唸個咒然後喝下去 這才沒有罪 沒有唸咒喝下去你就有殺身的罪 那這樣沒道理啊 對不對 對不對 這樣是佛說的我懷疑 這杯水有八萬四千寵 八萬四形容很多啦 唯生物啦 你沒有唸 喝下去蟲死 蟲不死你要死 反正就是這樣嘛 就是蟲嘛 喝下去 喝下去 你就沒有殺身罪 你沒有唸 你喝下去 你會導致蟲死亡 你不慈悲 好 那如果這樣是佛說的我懷疑 為什麼 那這杯水有蟲 你唸了咒 喝下去 你就沒有殺身罪 第一個就是你把 你唸咒把蟲唸死了 就這樣嘛 那不然你把唸咒 你唸咒把蟲唸沒有了 那你才沒罪嘛 那這樣沒有道理啊 但是一般人不去想這個東西啦 佛說的 哇 這個念咒 這個沒有念吃了有罪 就趕快念 這個是外道戒 戒進去 沒有不可能這樣子的 可是佛法有很多這種的喔 那我們都不知道啦 我們其實 因為你會發現大部分的佛教徒 叫做集體不思維 就是不會去想 就是 這個是佛說的 不敢懷疑 不能懷疑 那 問題是 這真是佛說的嗎 即使是佛說的都要 都要去研究 這個是佛方便說 還是真實說 有啊 也有啊 隆寺菩薩就是佛講 有世間 是依世間說的 世間西壇 還是威廉西壇 還是 還是這個對字西壇 那並不是 並不是說 這個就是 唸一遍咒 這個 最常見的 我看很多句子也這樣 唸一部經有多少功德 後面再加唸 唸一個功德乘以多少倍 再特定在什麼日子唸 又乘以多少倍 這種說法我懷疑 這個不是佛法 不可能這個樣子嘛 但是很多人相信 為什麼 相信對我有好處啊 對不對 因為我不用唸那麼多遍啊 我功德可以增加幾遍啊 這個叫做什麼 這個就是貪心不死 貪 貪心不處 乘不可處 都貪圖方便 然後都是什麼 都希望 就是 都是你 你那種 你那種心 不真實 然後 你的那個理 你的那個理 又不深刻 那學佛是學佛 完全沒有覺察 完全沒有覺察 那覺察都沒有怎麼覺悟 那是不可能的 所以 學佛絕對不能夠說 聽了就信 你要先要理解 為什麼對 就是 你要 你先要知道 就 包括說緣起 為什麼是緣起 我說無我 為什麼是無我 那什麼是無我 這種東西都要弄清楚 沒有弄清楚 人家做就知道 人家說好就說好 人家說是就是 那一下子說是 一下子說不是的 那你就麻煩了 那所以 你一定要把它 就是 第一個你要清楚 第二個就是 你要實際上能夠修的 你不要都是學那些 你自己也修不來 你只能講 那你做不來的 或是你根本不清楚的 那麼這一些 我告訴你意義都不大 意義都不大 而且那個就好像水流過那個什麼 流過那個石頭一樣 一點痕跡都沒有 你必須像那個水 浸在木頭 木頭浸在水裡面 浸得越久 那個水滲透的越進去 那法必須是這樣 大部分人的法都是 水流過石頭 或是沙灘上的字 沙灘上的字 水沒有水看得很清楚 一有水來 衝過去就沒有了 你必須是刻在石頭上的 好 我們讓你再看 研究佛法其實也有很多問題 我常常講一個是文字上的問題 就是文字上的障礙 因為我們現在的人很多人沒有學文言文 所以在讀這些文字上其實有一些障礙 我好彩是因為我以前年紀很輕我就看文言文 而且我喜歡看文言文 我常常講我前輩子一定是落地的秀才 這個我看起來很輕鬆就是不會有 年紀很輕我就看那個線專本文言文 所以我對這種文字 中文的文字我比較能夠得心一手 但大部分的人看文言文有障礙 這不太能理解 還有一個就是文化 就是文字上的障礙 一個就是文化上的障礙 你必須了解當地的文化 就好像你讀佛法必須了解婆羅門的文化 必須了解印度的文化 雜哈你必須要了解六思外道 到底在講些什麼 那麼後期的中光維是 你一定要了解六派哲學到底要講些什麼 因為他們是有關係的 尤其是像大聖佛法這一邊 不派佛教過來 基本上他所說的很多東西 都跟六派哲學有牽連 佛陀講的很多法 其實都跟當時的六思外道 所以常常講 若沙門婆羅門 常常講這樣 一定跟當時的沙門婆羅門有關係 婆羅門然後還有沙門 但是到了後期的話 到了不派佛教初期大聖 甚至是後期大聖 特別是後期大聖 中光維是這邊 初期的波羅經當然也有 但是這些都跟六派哲學有關係 特別講到我無我的時候 跟廢坦多聖論 那麼關係就很深 那麼你這個不知道 其實你會發現到 其實他講的其實不是佛教的 那你會認為他是佛教的 其實不是 因為這個有很多東西是 斑廢坦多的 或是搬奧義書的 或是搬什麼那個思想 參進去的 那你以為是佛法 其實不是 其實不是 那這一部分你如果 你沒有弄清楚 你在這一關 你就過不了 就好像 你真的出產 你才能夠離欲界的煩擾 你到了二產 你才能夠離出產的煩擾 你到了空無邊處 你就離社界的障礙 那麼你這個文化上的障礙 你沒有突破 你根本就不曉得婆羅門在講些什麼 所以你很容易把婆羅門講的 誤會成佛講的 那現在最常見的就是 我跟無我這一塊 因為阿朗坦實在講無我的 那麼無我這一塊其實 印度外到底會講無我的 可是他的無我跟佛教的無我是不一樣的 那我們很容易混淆 就是把六派哲學的無我 當成是佛教的無我 特別是後來的真場為心 因為你也不曉得 這些其實是外道的說法 就好像說你其實不知道 這個念咒其實是 其實基本上都是婆羅門家的東西 像那個菩薩裡面 不像人的 就是不正常的 就是有兩隻手 有四隻手 有六隻手 有八隻手 有兩個頭有三個頭的 像這一種都是 一看就知道不是正常人的這一種 這種其實都不是原來佛教的東西 都是印度神來的 那但是他基本上是一種 我們叫做 為了要度這些印度的眾生 那麼他的一種方便 後來我們就會當成是 真的是佛教的菩薩 其實不是 你如果看初期大聖的東西 就很明顯 初期跟後期大聖的東西 尤其是在看阿含經 你就會非常的明顯 初期大聖的菩薩就是人 到了初期以後 後期的基本上就 都是神歸神 那麼在早期 那基本上 菩薩不是重點 因為菩薩是在家的多 基本上都是比丘 這就是阿羅漢的比丘 所以 映順導師在佛法概念裡面有講 就是佛法的核心變化了 原來是以比丘為核心的 後來變成以在家為核心 後來變成以鬼神為核心 真的是這樣 如果你從這個 印度佛教的思想史 或是從印度文化來看 你就會發現到 確實是這樣 但是一般人 在文化這一邊他很弱 這整個佛教的文化思想他都不知道 他怎麼還去知道印度文化 其實不是 像釋迦牟尼佛講的很多東西 其實是隨順當時世間講的 比如說四種胎暖絲化 印度人本來這樣講 然後比如說三界 這個也是印度原來的絲色 其實是這樣 那麼這些都不是 就是隨順你當時講的 佛陀最主要的核心就是 讓你能夠得解脫 那麼這一些 對於有幾道 有怎麼樣出生方式 那這個不是重點 重點是有我跟無我 那麼有些東西就隨順世間講 比如說有虛弥山 那虛弥山有什麼 這個是隨順世間講的 因為就算他不對 那麼你也這個跟解脫 虛弥山到底在哪裡 到底有多高 其實跟你解脫關係不大 他隨順世間講 當時的人都這麼講 就這麼講 沒問題 當時的人認為 有胎暖絲化 胎生暖生 絲生化生 你就講有這四種方式 也沒問題 那這些我們要弄清楚 所以榮樹 榮樹把它弄清楚 就講有四種西壇 那一樣 何況有一些 有一些基本上是 比較偏外道的 比如說講如來杖的 那麼這個其實 仁切經一開始就明白跟你講了 這個是要射受外道的 那後來就變成這個是佛教的真實意 這一部分如果你不知道 你會把外道法當成佛法 那你就永遠不可能 進入覺悟的範圍裡面 不可能 因為你所認為的實在 不是佛教的實在 你所看到的實相 不是佛教的實相 你所用的方法 也許是佛教的方法 但是你那個目的地認錯了 那麼很可能你就不能得解脫 你還是有修行 但是這些修行 外道也有修行 但是不能讓你得解脫 因為你叫做錯認定盤心 就是你所知道的實相 其實你如果看六派哲學 或是六四外道去 他們也講無我 他講無我 也講月報 很多東西是一樣的 好 我們在我們底下看 那麼第三個 有些字 送本與立本不同 也不予決定 對跟錯 只能下注 送本做某字 以備嚴考 好 那這個是講到 這個雜阿罕裡面 好 那麼現在我們進入 五音送 那你會看到 這個第一個前面 是 是這個 於且式帝論的 抉擇的 那這個我們稍微看一下 這個前面稍微有講過 不過還是看一下 他說 你看到這個 這個我們前面有說到 他把運、戒、處放在一起 不過在阿罕經 雜阿罕裡面 他基本上是運、處 然後緣起、戒、時、地 是這些 然後念諸、正斷、神族 更立、覺知、道品 露出息、學、正經 那麼這一些是在 道品相應裡面 那麼緣起、時、地、戒 這個是在雜音送裡面 就緣起相應 雜音送 那其他就是運跟處 那這裡的這個次帝不太一樣 那前面有說了 那麼 又一八眾 說眾相應 唯令聖教走住 結、運、斗、南、頌 就是赦頌 那就是因為他 我們說過 赦頌是要把 把這個精明或是精益 那麼便於忌益的 便於忌益 所以隨其所應次帝安部 當之如是一切相應 略由三相 能說、所說、所為說 就是佛 即佛弟子是能說 所說的法 佛說的什麼 舍利佛說的什麼 須伏迪說的什麼 這些 那麼為誰說 為阿難說 為佛為二十一而說 舍利佛為阿那律說 反正就有這一種 若如來 若如來地子 是能說 若如來地子 所說佛所說分 就是如地子所說 如有所所分 若所了之 若能了之 是所說 就是所說的法 就是五運六促 因緣道品 基本上就是這四個 這四個是核心 其實就是 大家設當時結集的主要就是 五運六促 還有緣起 緣起十地界 以緣起為主 那麼之後就是道品 那麼 所以我們就把它發分為 不管是五運六促還是緣起 都是在講無我的 講真理的 五運無我 六促無我 那麼緣起無我 這個是安安靜裡面比較常見到的 那另外就是 那麼你 這個是理上的 那你要怎麼修 那麼這個是就是道品 那道品裡面 就是三十七道品 那還有所謂的安娜波娜這些 那是伯壞劍這種 好 所以他這裡講 是 若諸比丘 你看他這裡 這個壁儲 但是他沒有草 那有些這樣寫 有些有寫 上面有個草 壁儲 天摩 玄奏都是翻壁儲 壁儲 當時後的音不一樣 事所為說如劫幾品 如是一切 那麼 粗略標舉 能說所說 即所為說 即比一切事 相應教 兼策究極 事故名為雜阿姬母 這一段導師在前面 都有探討過了 我們就稍微念一下就好了 我們後面就看情況 就不一定要念這個 於潔斯蒂論 因為於潔斯蒂論講的東西 那麼如果我們要再去研究的話 就會 就是 會有時候會變得複雜 就是 論本來是要幫妳了解 幫妳明白這個經意的 但是有時候 妳看了論 反而會 經意是明白的 但是 妳看了論 反而不明白 有時候會這樣 就是 因為它的第一個 它的名項 第二個它的翻譯 它也不容易懂 你們如果後面看 你們就會知道了 所以我們也不要每個都看 我們只就 對這個經文有不理解的 或者是有特別意義的 我們才看 那於潔斯蒂論 有於潔斯蒂論的註解 現在都有了 所以你們如果有興趣 也可以去找那個註解來看 好 那它現在這裡又講到 它說 本來是 那麼 雜阿吉姆 雜阿吉姆就是相應教 舊摩洛斯叫做相應阿涵 在相應阿涵裡面 楚中而說 就另外編成 中阿涵 阿吉姆 在雜阿涵裡面 廣長而說 就變成雜阿涵 長阿涵 在雜阿涵裡面 以一二三等見真分數 這個道理來講 那麼這個就是真一阿涵 就是講明述的 比如說有三法 什麼三法 諸行 諸常諸法無管的反正 有三個 有界定位的這個三法 反正屬於三的都變在一起 屬於四的 屬於五的 屬於六的 到十的 到有些都到十一的 他們都變在一起 那麼這個叫做真一阿涵 如是四種師弟 師父跟徒弟 這不是師兄師弟 是師父跟徒弟 輾轉傳來於今 於此道理 事故說明阿吉姆 當說契經摩丹尼迦 這我們說過 論主要有三種 昆樂 摩丹尼迦跟阿比達摩 那三種的形態不太一樣 就有點像我們的論文格式 不太一樣 那摩丹尼迦是 主要是 大宗鋼藥 中這個大宗鋼藥 昆樂是中貫通 精一 阿比達摩是中 明相分別 那不太一樣 那如來 未遇結者如來所說 如來所稱 如來所讚 所美 先盛契經 譬如如本母 本母就是摩丹尼迦 就是取出這個經的這些義理 然後來論義 那麼 至義不明瞭 如是本母 所不赦經 其義隐媚 義不明瞭 與此相為義盡明瞭 事故說為摩丹尼迦 他來講這個摩丹尼迦 好 那後面 我們稍微來看這個格式就好 他說 總温度蘭 還有別温度蘭 那總温度蘭 總共有十一斤 那每一斤裡面 又有所謂十斤 別 那這個我們看後面的就會知道了 好 看第一經 第一經到第五經 那麼第一經到第五經是佛教的一個核心 我們知道佛法的重心在講無我 一切弦聖皆以無違法而有差別 就是 凡跟聖的差別在於有沒有正德無我 我們現在來講就是 正出國的斷身見 那麼斷了身見之後就成為聖者 那重點 身見就是我見 身見就是五應生 就是我見 那所以佛法的核心在講無我 我們常常講 這個解脫的關鍵就是無我 生死的根本就是我見 我見我愛 那我見在阿罕經裡面 雜阿罕裡面 叫做無明 不知道無我就是無明 不明白 無我這個就是無明 這個是最核心的說法 當然它還有很多種 那主要是不知道無我 所以重點在講無我的道理 那無我的道理基本上 它就我們看 所以它在第一經到第四經 我們先講第一經到第四經 那麼先來看 如是我聞 一時佛在捨為果 起訴其孤獨也 而時世尊告諸比丘 當官赦無常 如是觀者則為政見 這個是導師改過的 這個政見 那 它一般叫做 原文叫政觀 如是觀者則為政觀 那 因為我們看那個 因為這個 入處相應裡面有一經 那麼 還有這個 於且世紀論裡面 都寫作政見 所以 通過 於且世紀論及 入處相應的這一本經 就把它改成政見 好 那它的原文是政觀 所以因為官赦無常 如是觀者則為政觀 它原來是這樣 那導師透過後面的 入處相應的一本經 它是認為是寫政見 於且世紀論也是寫政見 所以 認為政見比較適合 就把它改成政見了 好 那我們來看 官赦無常 那麼這個是政見 政見者則生厭禮 厭禮者喜灘敬 喜灘敬者說心解脫 那麼 只要觀赦後面 一定都是受想形式 那麼 我們以後看都是這樣 那受想形式就簡略講 就一般來講 就像以前義父如是 就赦講的比較 第一個講的比較詳細 那六處的話也是這樣 演見色講的比較詳細 那鼻 鼻 鼻這個耳對身 鼻對香 舌對 這個 香味 味 那身對粗 基本上後來都簡略 那它這裡的習慣用法都是這樣 所以說如是觀者則為政見 政見者則生厭禮 厭禮則喜灘敬 喜灘敬者說心解脫 如是彼就心解脫的若欲之證 責任之證 我身已盡犯身以利 所作於作自知不受厚有 那麼這裡講到這個 有一個名詞比較難處理 這個名詞叫做心解脫 那心解脫到底是什麼意思 就是在很多經文裡面講到心解脫 它可能有很多不同的意思 就是在阿涵經或是在 在這個大聖經典裡面 常常會講到所謂的心解脫 那我們比較常看到的就是心解脫 具解脫 那心導師常常就是把它叫做定 心解脫就變成定解脫 具解脫就是定位解脫 變成這個是我們平常比較常用的 這樣的說法 但是它有時候不一定是這樣 就講到心解脫了 到底心解脫是不是定解脫 那定解脫就是說 因為我們在修行裡面 只要有兩種障礙 一種是定的障礙 一種是會的障礙 那麼定的障礙 就是讓你沒有辦法引發神通 就是你 但是定的障礙 定不會障礙解脫 就是你沒有 但是你要看 就是說你對定的含義 那麼一般來講會解脫 我們這樣講好了 這裡講到心解脫 或是具解脫 或是說會解脫 我講這個 應該是這樣 心解脫者 心解脫會解脫 在暗暗經裡面常常會看到這樣的 那麼或是說這個 這個有時候叫做具解脫 這是其中一種說法 我們講具解脫 我們講具解脫 就是心解脫 心解脫 那有些就是像導師是比較偏向的 就是心解脫就是定解脫 定解就是從定的障礙中解脫 那麼會解脫就是從會的障礙中解脫 那麼就是有定有會 心解脫有時候 心解脫有時候 叫做具解脫 那會解脫就是會解脫 那麼這個叫做定跟會 具就是定跟會 因為解脫一定是 解脫一定是 那麼斷盡煩惱的 一定是斷盡煩惱 解脫一定是斷盡煩惱 那麼這個都是阿羅漢 所以後來變成有所有兩種阿羅漢 具解脫阿羅漢 這個是一般說 有的甚至說六種說九種 那簡單講是說兩種 有具解脫阿羅漢 有會解脫阿羅漢 這個是定會解脫 定跟會同時具足 那這是比較一般性的說法 我們先下課等下來講